花蓮县议会民政小组之前访试了慈心会馆社安网 是让精神障碍者有机会在社区当中自主的正常生活 有助于精神疾病的稳定并且减少住院 慈心会馆是由慈济基金会在2022年所成立 此类型的社安网预计将在花蓮成立94件 以社区为基础的安全网 是针对社区中个人与家庭脆弱性以及具威胁性的风险进行管控 社安网能够让情绪与精神障碍者借由安全的环境与社区做结合 减少患者康复后回到社会的压力 来 这边慢慢开始提升一点自信 像明农可以像上述港主席啊 像我们就还不敢 然后有时候走出门有时候会其实很压抑 对 刚刚当我想走出门的时候 来到会所我来 我的社工 社会客有独身社工 带我来这里 有时候其实只有办一个基金会所 我才来这边尝试看看 这项政策探究成因多数为个人 以及家庭的经济安全 人生安全 以及心理健康议题等面向有关 其中心理健康议题更需要有专业人士的陪伴 更能发挥个人优点达到复原的目标 让精神障碍者不会感到自卑 也愿意去参与这样资源建制的组织 一起来做共善的合作 也就是我们可以跟他一起合作 所以实际其实一直就是想帮忙 我们想帮忙 那是不是我们自己出来做这件事 这倒也未必 因为我们一直都很愿意跟民间的组织 一起来合作 像花莲的康复自由协会 他们本身在社区其实也关怀并有不断时间 但是他的量能可能还没有办法 有这个能力来建制这样的据点 那所以我们其实也在跟他们一起做讨位 也许慢慢的未来的他们 如果更有他们自己的自信 我们可以一起来合作 社区安全网协助精神障碍健康者 在离开医院后能够获得更好的协助 融入社会并达到社交经济教育 就业的常态社会生活目标 记者凌杰 花莲市采访博道